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学 俄乌战争进入第919天,也是库尔斯克之战的第25天 俄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向前推进 迫使俄罗斯关闭E38公路库尔斯克段 该路线是俄军后勤补给的重要通道 同时俄军还封锁了库尔恰托夫市的入口 也就是通往H电站的主干道,并设置了路障 并对核电站采取最高级别的防护措施 右一方向,乌军突破了比尔格罗德地区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防线 打开了约10公里宽的突破口 占据了多个俄军的阵地 成功的进入涅祸吉利耶夫卡和哲别基诺附近多地 同时,比尔格罗德州长格拉德科夫表示 正在撤离波罗兹等边境地区四座村庄居民 在乌东地区乌军第28计划里的防空部队 在顿迪斯克克拉拉玛托尔斯克方向 用便携式防空武器 击落了一架俄军苏二五战机 另外大量无人机和无人艇在奥德萨集结 开始袭击克里米亚 目前重点袭击的是塞瓦斯托布尔 而在伯克罗夫斯克方向 乌军并没有加强防御 甚至是还调走了151国土防御旅增援库尔斯克 整体上乌军在该区域的防守压力比较大 但没有沦陷的危险 在该方向牵制了俄军大量的精锐部队 让乌军有机会在其他战线多点开花 寻找不弱点避时就需 痛击俄罗斯软肋 俄罗斯方面已经将90%的战机 转移到了陆军战术导弹射程之外的空军激励 这种威慑力其实直接帮助乌克兰缓解了前线压力 这也说明俄军没有能力拦截美国陆军战术导弹 这两天有两个奇怪的事儿 第一个是白俄罗斯竟然击落了俄罗斯方向来袭的无人机 据白俄罗斯海云监测项目报道 昨天大约凌晨4天 一架白俄罗斯战斗机拦截了一架俄罗斯的沙西德无人机 据悉虽然俄罗斯的沙西德无人机 以前也经常的出现在白俄罗斯上空 但这是他们据成被击落的第一次 有博主评论说感觉卢卡申科越来越不想俄罗斯人通过白俄的领空袭击乌克兰了 又不能明确拒绝 只好以安全为由高点小动作 我个人感觉也是这样 我觉得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一个聪明人 现在已经越来越看清俄罗斯在这场战争当中处于不利地位 也开始跟俄罗斯划进关系 很显然 俄罗斯战事越不利越想拉白俄罗斯下水 白俄罗斯可不想充当这个垫背的 前段时间白俄罗斯总统说要下课了 说不想当总统 我估计有可能是以退为进 俄罗斯想让白俄罗斯帮助自己打仗 卢卡申科不好推脱 怎么办呢 就说自己不想当总统了 这就是明白无误的 想告诉普京 白俄罗斯不想参合你跟乌克兰那点事 第二个奇怪的事是 乌军在红军村兵力猛增到8万 但却又在加速的撤退 昨日在伯格罗斯斯克前线 有一个特别消息 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将军 不仅亲自坐镇 布克罗斯斯克前线指挥作战 而且还亲自下令 向这里派出了7个旅的增援部队 其中包括国民警卫队15旅 国民警卫队2旅 第109国土防御旅 第17国土防御旅 第71列兵旅 第151机械化旅 第15炮兵旅 合计12个旅 约4万到48件人 再加上前的第47计划旅 第10旅 第31旅 第25散兵旅 第68列兵旅 总共乌军在伯格罗斯斯克方向 至少有11个野战旅 外加一个炮兵旅 估计总兵力在8万人 唯一在目前乌军用在与俄军突出部作战的仅2万兵 其余6万人的预备队正在整个带单 此外 乌军还主动放弃了一些驻地 这样一些人感到不妙 一些俄罗斯军事博主开始提醒俄军高层 要注意 乌军有可能不设陷阱 一位军事博主说 我们的军队正在向 萨利多沃和伯格罗斯斯克红军村质押 是的 我想欢呼 但在一些地区 敌人轻而易举的就放弃了防线 而我军孤军深入并不是权限推进 这太危险了 老实说 如果敌人没有像白车一样 背后一定有陷阱 我们的军队目前已逼近了萨利多沃 敌人却向地涅不合撤退 他们的防线并没有崩溃 为什么要撤退啊 从库尔斯克事件来看 我们产生了战略误判 敌人有80万军队 他们并不缺人 俄罗斯军事博主担心 乌军在伯格罗夫斯克兼蔽清野 正是请军入望之际 目的是为了引诱俄军 进入红军村布置好的口袋镇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发生 完全有可能 在8月6日之前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场战争 打得非常的艰难 主要的原因就是战场 只是在乌克兰境内 乌克兰是防御防 俄罗斯是进攻防 俄罗斯几乎全线在进攻 因此乌克兰要想打一个殲灭战 或者是想打一个伏击 很不容易 乌克兰想用诱敌深入来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但是因为俄罗斯是全线进攻 无法抓住这样的机会 现在情况不同了 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把很多兵力调回了俄罗斯境内了 只有一个方向的部队没有动 这个方向就是伯克罗夫斯克 红军村 这样的一个态势 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军队 其他地方都在削弱 唯独在红军村这个地方 俄罗斯军队在集中 乌克兰的军队集结优势兵力 打殲灭战提供了条件 以前俄军是全线推进 乌克兰军队想吃掉俄军不容易 吃掉这边那边就围过来了 现在乌军完全可以让俄罗斯军队形成孤军深入的态势 俄罗斯孤军深入对他们有多么危险 有军事分析人士预测 乌军将会继续在此投入达到至少20个旅 然后来一场硬对硬的大决战 以便围歼这股7万多人的俄罗斯精锐部队 这样看一下去 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版的孟良故决战 正缓缓拉开帷幕呢 这下俄军有福了 乌军有可能全见这股俄罗斯精锐之敌 给俄来一个重重一击 射人先上马 亲贼先亲王 乌军司令希尔斯基昨天 亲临俄乌两军交战最激烈的布格罗夫斯克 现场部署指挥作战计划 希尔斯基称 俄乌双方在布格罗夫斯克地区 进行了数个月最残酷的战斗 目前俄军疯狂的人肉冲锋 有增无减 俄军试图突破乌军的防御 将一切可以移动和推进的东西投入战斗 乌军当前主要任务是 加强乌军在前线最困难地区的防御 为各作战旅提供足够数量的弹药 和其他物资技术手段 他说 总部的工作几乎全天候进行 我们不得不做出非常规的特别安排 以加强防御并摧毁不断进攻的敌人 俄军持续沿两个方向 朝布格罗夫斯克推进 一是沿着布格罗夫斯克以东的新罗纪福卡赫罗迪福卡县进攻 以夺取尔诺赫拉德 并推进到布格罗夫斯克的郊区 二是沿着布格罗夫斯克东南部的塞里多夫 乌克兰希尔尼克县进攻 旨在扩大俄军在布格罗夫斯克方向的托出部 阻止俄军可能的反击 但目前俄军推进的速度并不快 每天平均向前推进200到300米距离 商业内幕消息 由于紧张的绝世 比尔格罗德地区四个边境村庄的居民 在政府的收益下撤离了 8月29日凌晨 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境内 多个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乌军防空力量击落60架沙克德无人机 和两枚巡航导弹 无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被毁消息 看来只要俄军不搞大规模的袭击 乌军的防空系统基本能拦截所有来袭的火力 昨天在卢卡申科收益下 白欧罗斯防空力量击落飞进 白欧罗斯领空的俄军沙克德无人机 之后卢卡申科发表声明 明确表态 白欧罗斯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 卢卡申科说 没有人下过让白欧罗斯军队 在白欧罗斯境内开战的命令 将来也不会有 我们不主动进攻别人 只有当乌克兰人或者别的任何外敌 怀着恶意向我们吸赖时 我们才会对敌人开战 显然老卢并不想跟着莫斯科一起往火坑里跳 而且老卢说 白欧罗斯军队将与别的恶意袭击白欧罗斯的任何外敌开战 这个任何外敌包括俄罗斯吗 老卢最近说话总是耐人熟味 乌克兰这边又不好的消息传来 乌克兰军方消息人士向媒体披露 周一一下美国制造F-15战斗机坠毁 导致乌克兰一名顶级飞行员丧生 而这架7代已久的飞机抵达乌克兰仅数周 目前乌克兰已收到10架F-15战机 一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美国官员称 初步报告显示 这架F-15战斗机并非是被俄方火力击落的 而是因为飞行员的操作失误 才意外坠毁 从8月26日拦截俄军来起导弹和无人机的过程中 知识飞行员奥列克梅斯当天摧毁了三枚巡航导弹和一架自杀无人机 在接近下一个目标时飞机失去了联系 奥列克梅斯被授予上校军衔 更多的信息显示 奥列克梅斯本来有机会弹射逃生的 但他为了保住飞机并没有弃机逃生 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操作挽救飞机 最终造成了击毁人亡的惨痛结果 美军参与实战的F-16飞行员 通常会接受24个月的培训 再加额外6个月的实战训练 共计30个月的时间 而乌克兰因为时间紧迫 乌克兰飞行员的培训课程被压缩到了10个月 这种情况下 产生操作不熟的失误或许难免 由于培训飞行员实在不易 已经突击培训出来的飞行员 在之后的实战飞行中 也已经逐渐更加熟悉飞机的操作 所以飞行员实在损失不起 据说乌军内部已经明确下令 今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要飞行员果断的契机保人 飞行员本身才是比飞机宝贵许多的财富 战争总是有牺牲的 英雄的牺牲将会激励更多的人物 为维护和平 维护正义而战 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请不吝点赞订阅